第二章 主召各人行为施行报应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欢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令你悔改呢 你竟任着你 高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至上帝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凡行心行善 寻求荣耀专贵 和不能扭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 不信从真理 反信从不宜的 就以愤怒 劳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却将荣耀 尊贵 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上帝不偏待人 必要行律法才得清义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上帝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为意 乃是行律法的清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事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上帝藉耶稣基督 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责人当责己 你称为犹太人 又倚靠律法 且指着上帝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上帝的旨意 也能分别是非 又深信自己是给核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蠢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 自己倒犯律法 监狱上帝吗 上帝的名在外帮人中 因你们受了舍读 正如经上所记的 唯独心里的割礼 才有益处 你若是行律法的 割礼固然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割礼 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 若能传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 和割礼警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作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 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清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上帝来的 多点 也不是 在乱生中 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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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